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四十三章 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 我就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 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灵将我举起 带入内院 不料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我听见有一位 从殿中对我说话 有一人 站在我旁边 人子啊 这是我宝座之地 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这里住 在以色列人中 直到永远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 必不再玷污我的声明 就是行邪淫在西安的高处 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 是他们的门槛 挨尽我的门槛 他们的门框 挨尽我的门框 他们与我中间紧隔一墙 并且兴可憎的事 玷污了我的声明 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 现在 他们当从我面前 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 我就住在他们中间 直到永远 人子啊 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 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 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 一切是惭愧 你就将殿的规模 样式 出入之处 和一切形状 典章 礼仪 法则 指示他们 在他们眼前写上 使他们遵照 殿的一切规模 典章去做 殿的法则 乃是如此 殿在山顶上 四维的权界 要称为至圣 这就是殿的法则 以下量祭坛 是以轴为度 这轴是一轴零一掌 底座高一轴 边宽一轴 四围起边高一掌 这是坛的座 从底座到下层凳台 高二轴 边宽一轴 从小凳台到大凳台 高四轴 边宽一轴 坛上的供台 高四轴 供台的四拐角上 都有角 供台长十二轴 宽十二轴 四面见方 瞪台长十四轴 宽十四轴 四面见方 四围起边高半轴 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轴 台阶朝东 人子啊 主耶和华如此说 建造祭坛 为要在旗上 献凡祭洒血 造成的时候 颠章如下 你要将一只 公牛犊作为赎罪祭 给祭司立位人 萨都的后裔 就是那亲近我 侍奉我的 你要取些公牛的血 抹在坛的四角 和邓台的四拐角 并四围锁起的边上 你这样捷径坛 坛就捷径了 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 公牛犊 烧在殿外 圣地之外预定之处 次日 要将无残疾的 公山羊 献为赎罪祭 要捷径坛 像用公牛犊 捷径的一样 捷径了坛 就要将一只 无残疾的公牛犊 和羊群中 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 奉到耶和华前 祭司要撒盐在旗上 献与耶和华为凡祭 七日内 每日要预备 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 和羊群中的 一只公绵羊 都要没有残疾的 七日祭司洁净坛 坛就洁净了 要这样把坛 分别为圣 满了七日 自八日以后 祭司要在坛上 献你们的 凡祭和平安祭 我比悦纳你们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